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浩哲 那个大哥不是我 要是我的话我会直接亲上去的 言归正传 我今天来聊聊我的大学生活 我大学是在美国上的 但其实我这个留学生活挺水的 我高中没好学习 竟跟同桌聊天了 就不管谁坐在我旁边 我都给他逗乐了 或者在我旁边安排了个街吧 我都给他治好了 就后来在托福培训班 又治好了几个街吧以后 120分的托福考了57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学语言是需要语言环境的 我刚到美国立马就学会了手语 你知道吗 真的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确定 自己点的食物到底叫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This one 有的食物特殊一点 他们睡在别人的桌子上 他们叫做Z one 就留学生跟留学生是不一样的 忽然那种学习好的 出国叫镀金 我这种学习不好的 出国就是贴膜 到了大学我学习也不是很努力 我大一的数学课 国内高二就学过了 我天天翘课 结果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美国同学找我来辅导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叫 鸡变偶不变符号看相线 我大学学的是统计学 但其实我真正学的是狼人杀 我曾经跟晚上 我曾经 我曾经跟同学 晚上起床 白天睡觉 连续杀了十天 你知道玩到最后 人都是懵的 上帝说天黑请闭眼 我都感觉不是在Q流程 是在劝我 天黑咱就闭闭眼吧 再这么熬下去 咱这个游戏就要死真人了 我妈晚上睡觉前 给我打视频电话 一夜没睡的我 还要装出一副 刚起床的样子 她不知道啊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生物中 依然是中国中 我妈还说呢 这儿子 怎么眼睛都不睁开呀 是没睡够吗 我下意识的回 不睁开就对了 因为我是平民 其实我去之前 对美国是有幻想的 我以为自己去的是 华尔街 是硅谷 但当我第一次 走下飞机 看到机场的宣传语 写着 欢迎来到密苏里 欢迎来到美国的粮仓 我幻灭了 美国的粮仓 搁中国 这就是北大荒啊 我一个山东人 飘洋过海 来美国 闯关东了 那个机场又小又破 我都怀疑那个机场啊 是火车站改的 而且还不是 上海虹桥那种火车站 而是那种 詹天佑 在光绪年间建的 那种火车站 我每次下飞机 都要猛地一回头 我说我要确认一下 我刚刚坐的那架飞机 不会是一架绿皮飞机吧 每次我走在那个狼桥里面啊 我应该说走在那个狼桥上面 因为那个狼桥是露天的 我虽然英语不好 但我知道这里的介词 不能用in 得用on 每次我walking on the狼桥啊 夏天的风 blow in my face 地勤在旁边 Welcome to America 我在这儿默念 中国 I miss you 我虽然学习不是很努力 但是我一直有在努力地 送外卖 勤工俭学嘛 农业粥嘛 植被多 野生动物也多 路上真的全是路 密苏里有一句古话 叫车到山前 他必有路 就晚上开车 很不安全 怎么说呢 就是小路乱撞的 而且你别看我五大三粗的 说自己是李逵 晚上真害怕 把李逵脸都下白了 而且还有一个节日 叫万圣节 哎呦 那天晚上送外卖 那真是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就你别说 美国人在防疫啊 废墟下救人啥的 不太上心 但在半鬼这方面 可认真了 你一开门 都不知道出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送多了 我都麻木了 开门 一个大哥 一脸白粉 刺着火牙扑了过来 我淡定地说 你是我今天送的 第四个吸血鬼了 来 你个死鬼 这是你的 亚学粉丝 不要粉丝 就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啊 因为我查过 就是吸血鬼怕什么 怕大蒜 大蒜嘛 这是流淌在我们山东人 血液里的东西 其实刘学生 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的人拿这个夸我 我都很羞愧 还有人拿这个炫耀 我一眼就能识破 他得装蒜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蒜这玩意儿 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我现在我是张浩哲 大家好 我是张浩哲 小眼睛的又来了 职场嘛 眼睛小也要随领导 我今天聊职场 我的职场之路 开始得很隆重 因为我入职的第一天 赶上了公司年会 第一次参加年会 给我震撼到了 全是不能称之为 才艺的才艺 我目睹了几个胖胖的男同事 穿着裙子 跳孔雀舞 我说怪怪 这世界上哪有这么肥的裙子 领导致死还说 年会能提高凝聚力 当然了 因为一起丢过人 我很后怕 我这个身段 但凡早来两天 那个开屏的就是我 我就在想 领导让员工在年会上表演节目 父母让孩子在饭桌上表演节目 是不是人一旦掌握了权力 就会喜欢看别人表演节目 什么就快乐吃饭呢 对啊 你也可以不演 这边下去也可以 那可不敢 这里完全没有讽刺 李淡老师的意思 他觉得有这个喜剧的鉴赏能力 我本以为年会跟我没啥关系 万万没想到 抽奖一等奖 抽出了我的名字 同事都懵了 这孙子哪来的 这孙子不会是领导的孙子吧 我也懵了 羞答答地上去领奖 这时领导走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对我说过去的一年辛苦你了 可以 我应该可以 没为公司挣一分钱的我 拿着崭新的iPad Pro 我赶紧说我今后一定努力工作 但满脑子想的是 我要不直接辞职吧 这家公司我已经挣够了 但是我不能辞职 我参加过年会 是个有凝聚力的人 况且过一天公司团结 还有免费旅游 旅游嘛就是放松 对吧 放下社会上的种种压力 结果公司去了158个人 这不是放下社会 这把社会带上了 你拽不开我 这巴子开了 食堂阿姨都去了 这是连社会保障都带上了 到了那个度假村 我想去酒吧喝点小酒 结果一进去 全是同事 朋友们 如果一个地方 同事的含量超过了60% 那不管这个地方 之前是干什么的 他现在就是职场了 就会有一些莫名的比较 我踏进酒吧的一瞬间 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因为我看到吧台那里 已经有几个大哥 在做PPT了 说真的 我之前打死都不会想到 酒吧里居然会出现 PowerPump这种脏东西 你说这时候 要是有个初中生 一脸憧憬的进来 得多幻灭呀 成年人的快乐 就是动画效果和艺术字体呀 我都拿着 早知道跟电脑课一样 我就穿鞋套进来 拿年代的电脑课 他为什么会知道鞋套 压力太大了 这次这个主题叫做 不上班行不行 我的感觉是 只工作行不行 因为工作不难 难的是工作以外的人情世故 我以前什么乱七八糟的表情包都发 什么什么亚洲舞王 张老师嘴角抽搐 黑人一头问号 我是有让我帮他拿个外卖 我都会回他一个歌神张学友 小嘴一决 压死了雷 都是这种你知道吗 但现在不一样了 回不去了 我的表情包里 新加入了从严肃到活泼 六种不同风格的OK 虚公和磕头 两种不同姿势的谢谢老板 我一个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的商量大汉 回微信可温柔了 会议记录做一下 嗯 好大 还不给灯呀 波浪线 玫瑰 压力太大了 为了缓解压力 我开始玩脱口秀 现在又加入了笑狗文化 这个和谐有爱的大家庭 看压力更大了 笑狗文化是个什么地方啊 朋友们 这是每年夏天 都有个新王登基的地方 那在你身边的都不是同事呢 一个个都是王储 我现在看着忽兰杨丽周其默 这几个大阿哥摩拳擦掌 公正戏 担不起 就特别能理解皇上驾崩的时候 那帮太监的心情 就这么多新主子 我该伺候谁呢 所以这次这个拖口秀年会 我没想过登基 也没想过拿一等奖 就让大家知道知道 这孙子叫张浩哲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张浩哲 我是今年的新人 其实我讲拖口秀也两年了 也演过挺多出了 就本来啊 我以为我能够自如地 应对各种各样的观众了 但前两天 我就在台上我正常演出 我跟下面观众 我正常聊天 我说大家能猜猜 我这人做什么的吗 小鼠大哥说李逵 他彻底把我击碎了 就现在再有人问我 你错过去的风格是什么风 我就说是黑旋风 就还有人更过分 有人说我长得像 发了福的兵马俑 说我这个形象 在西安就是宝藏男孩 我现在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啊 但最近真的发生几件事 让我认真考虑 我要开始减肥了 就第一件事 就前两天我在公司坐电梯 我走进去 电梯超载了 这没什么 这我又习惯了 因为我一般都是压垮电梯的 最后一个骆驼 但问题是 就是我刚退出来 另外两个女生 立马钻了进去 电梯她又不超载了 这个我真的绷不住了 我说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能让电梯外的一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突然觉得 好像我可以 然后我都胖成这样了吗 都能让电梯外的两个人 看到我突然之后 同时觉得 好像我们可以 不过很快我就释怀了 就如果用我一个 帮助他们两个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道德 但是我忘了 我所在的是一家喜剧公司 电梯里的人快笑疯了 知道吧 里边还有个脱口秀 演员真幽默呀 就是那个臭小北纸 我在那喊 还有人吗 我觉得他那再上一个 第二件事 前两天我跟朋友出去玩 确定有很多休闲项目嘛 其实有骑马 我跟他去了 当时到马场的时候 就有几个小孩子在骑 我就问那个前台 成人能不能骑 这个前台你 能骑就说能骑 不能骑就说不能骑 他看了我眼 对我说 先生你多沉 我说二百四 他说先生稍等 然后拿出对讲机 对后面说 来把那一批请出来 我说没必要吧 那个驾驶 我还以为他们要 请出一批河马 没有那个教练 从后面牵出一批 进口的汗血宝马 哦 那匹马贼漂亮 趾高气昂地出来 走到我面前 当时就蔫了 就他不自信了 他在自我怀疑 能不能配得上 这个兵马俑 我觉得我有点 对不起这匹马 就因为我 我往他身上爬的时候 就这匹马 这匹马扎了个马步 我的朋友也在旁边嘲讽我 说张浩哲 这匹马让你骑的 后背都凹下去了 你要不干脆 直接去骑骆驼吧 他有所不知啊 我去过新疆 我骑过骆驼 哼笑死 根本塞不进去 站住 第三件事 前两天我痛风犯了 就一觉醒来 脚踝肿了 很疼 疼得根本下不来床 就没办法 就交了个120 就很快120就来了嘛 来了四个身强力状男医生 这四个人你 能去医院就说能去 不能去就说不能去 他们四个用意中 我很熟悉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对我说小伙子 我说二百四 不是我吹上次汗血把马 让我骑得腰扭了 但是120嘛 该救人还是要救人的 但是我分明感觉到 他们很吃力 因为我看到 其中有个医生啊 有一个准备动作 就是 就相信大家也没什么 叫120的经验 就我那也是第一次 我之前也不知道 120台人 是要喊劳动耗子的 而且很不幸 我家住六楼 他们四个每下一层 都把我放在地上歇一会儿 就下到第二层的时候 有个大夫实在憋不住了 就问我 小伙子是真的完全没法走吗 还不拍吗 我的腰好像也扭到了 我说哎呀 我要不给120 叫个120吧 不过现在我觉得 就减不减肥 无所谓的 因为脱口秀这玩意儿啊 好笑就行了 对吧 跟体重没关系 我就不信这个节目 会有人来过来问我 我有多沉 结果这时候 服装老师就走过来 对我说 小伙子 我说哎呀呀呀 这我好帅啦 放心 我张老哲 我看你很想要 我看你自己的 我看你很想要 我看你这么说 Econom 一句话 感谢观看